大家好 今天我已经打完了黑神万悟空一周末的所有场景 在这儿跟各位简单沟通交流一下心得体验 当然重点肯定是放到第六掌了 第六掌给我的感受 它就是类似于一个总开放地图 跟前五掌的游戏体验是坚然不同的 前五掌偏线性叙事的风格 环环相扣逻辑紧密 但到了第六掌之后 地图突然之间开始变得相对广袤无缘了 虽然说这个地图也是有边界的 但确实是比较辽阔 玩家行动自主度大大增加 好多人在打前五掌的时候一直就抱怨 哎呀 这个地图为什么空气墙这么多呢 怎么就不能说 这个好多地方我都能跨下去 让我自由自在的探索呢 第六掌这下给你探索了 但是事实体验来看 与其玩一个开放世界 你自己不断的找埋藏在世界角落的种种boss 还不如说 就是人家给你指出一条明路 你能够踏上一条主干道 然后不断向前递进通关游戏 那么玩 可能说游戏过程更加紧密 你更加让人感觉紧张刺激 所以之前前五章的好多玩家一直在抱怨 想要那种西游世界 说实话摆到眼前之后 你还真不一定乐意 就是说喜欢这种风格方式 我感觉第六章 他这个游戏公司为什么采取这种游戏世界观的设定呢 基于两点原因 首先第一点啊 就是毕竟我们玩的是一款西游题材背景这么一个游戏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在玩这款游戏之前脑海当中都会徜徉想象的 就是说我如果玩到这个游戏了 那不管咋地 我肯定得享受一下脚踩金斗云的乐趣 因为无论是小时候年龄大一点的 也是看小小鼠 或者说年龄小一点的看动画作品 那都会想象 今后如果说真是能够有一部三叶大作 把西游世界的瑰丽风光完美的攒进在眼前 让自己沉浸式的长阳享受的话 那么自己必然要遨游天际 脚踩金斗云 游变五周八华 所以这个游戈公司能不让你体验一下金斗云吗 我估计如果这里边就到了第六章花果山这个阶段 当你操纵的天命人 他已经拿到了筋骨棒 拿到了大圣 遗留下来的种种批挂 以及大圣的六根 唯独没有体验过 就是飞天蹲地那种感觉 没有脚踩过祥云 那你内心当中 我相信会是会更加死亡的 那么如果要给你金斗云 或者说给你金斗云 这是游戏在黑城花悟空 这个游戏背景的故事设定情况之下 必须要满足玩家第一点 那你说他这地图得怎么设定呢 必然是一个准开放世界 那你要是继续现象世界 他就几乎体验会更差 那个金斗云怎么飞呀 那就是一条狭窄道 那你其他地方都走不了 那你体验起来就会更差了 所以考虑到金斗云必须存在 而为了匹配金斗云 第六章就只能设定为开放世界 所以这就是游客公司 他内在我估计也会存在这样一种矛盾的 同时呢 还有一点 就是说整完这个第六章之后啊 这游客公司也差不多 就相应的是把这个选择权交在玩家面前 而通过玩家的反馈体验 游客公司后续在第二部作品当中 我相信啊 要光能正大的采取前五章节那样一种现行虚实的风格了 而且与之匹配的必然还会存在大量的空气墙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没有空气墙 那不又是屋头畅阳四处乱撞吗 你最终体验跟地路上就是地图那么大 你自己撞来撞去的 你感觉这个游戏体验真有那么好吗 这就是西游世界的背景故事环境之下 尤其在黑色花孤空 这里边面对boss的挑战 正面的这种格斗积极也是游戏当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你要长期找不到boss倒 这个对于玩家体验来讲也是一种负反馈 所以这个游戏还真就得是现象叙事 这才最适合到 同时呢 你有得了解 这毕竟是西游世界 西游世界没有那么简单 很多人对于西游世界的想象 重要一点就在于瑰丽的风光 就西游这么一个想象的奇幻世界 到底这个风景是什么样 你比如说遇到什么金翅大鹏 遇到什么这个斯托岭 他怎么构造 怎么把那种恐怖一面 或者说怎么把其他那些美妙的风光展现在玩家眼前 这样一来 那你才有沉浸式的体验感嘛 那么你要说把那些五光十色的东西 把那些背景的环境的渲染都交代在你眼前的话 那你不设置空气墙 那你只能设置啥呀 那你只能设置真正的高墙了 也就是说你玩家在游玩过程当中是没有空气墙了 要么就是巨大的 连城一排 跟木栅栏 木笠笆似的那种餐田大树 要么就是悬崖俏皮 那你说你那种环境的话 你还能够体验到西游世界那种环境 渲染方面真正的乐趣吗 你还体验不到了 所以我感觉游客公司 人家也是很聪明的 就是说他首先一点 要把这个美术设计放到权重非常高的位置 同时呢 人家强调的就是现象叙事 因为这里边不光有故事情节的脚带 还有打斗体验的良贯性 就是这个游戏 它是有点类似于一个动作类的游戏 那玩家是有连续不断遇到更强boss的 这种游玩需要的 所以现象再加上美术等级的安排的权重比较高 我感觉第二代黑神话悟空这个作品呢 肯定还会有大量的空气啊 但是不得不讲 我打完六章之后 我对此是没什么太大意见的 因为我玩了第六章 我发现这种开放式的风格 可能并不适合营绕一个黑神话世界 这么一种奇幻色彩的故事 再加上达到的情节 因此你要是让我选的话 我感觉如果说黑神话悟空 他出第二部作品的话 还是延续就前五章那种风格 我感觉就相当满意 当然甭管这个游戏第二部 他到底做成什么样 起码目前对于我来讲 还远远没有到 就眼巴巴瞅着 等着这个黑神话悟空 什么时候出去做 也毕竟现在这个第一部作品 黑神话悟空 我也仅仅是刚打完一周目而已 而且这个第二周目 我刚一上手就发现 我的战斗欲望仍然非常强烈 甚至有了新的不同体验 这种打斗的乐趣 有可能还更上一个台阶 因此我还得继续玩 就可以玩悟空 二周目三周目 到底什么时候是总点 目前为止还不一定